电池是粘在这的 我使用1300毫安时3S锂电池 整体组装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玩意儿 哇这个金条显得它更有高级感 然后铝箔贴纸 贴上以后效果真棒 太帅了 花了四五小时吧 完成了这台baby blender 让明天飞行的性能会是什么样子 好先滑行看看效果 它也算是一个后轮 可以 它也算是这像喷火一类那种飞机 后三点是 一定要踩着点这个 这个也太那个了吧 舵效也太猛了吧 这个升降舵 还有重心不对了 重心还好 是我那个手操作的 操作太猛了 打的量太大了 还可以啊 这飞机 如果调个小多量飞的话 应该效果还不错的 调小多量飞的话效果还不错 好我来飞个翻跟斗 才六个小时吧 就要突然上班了 这飞机可以可以可以 哇塞 感觉这个油门轻轻一推 油门百分之六七十就能翻跟斗了 好来个横滚啊 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 对我来点速度先来点速度 我不是速度 你不能垂直让它很滚啊 垂直吗 垂直攀升滚 过了之后你再去坐远一点好了 还可以还可以 这飞机效果不错了 我觉得首飞效果令人满意 这个也太灵活了 感觉 感觉腹翼够大 两片腹翼够大 好 相信点高度 这种KT版飞机啊 飞起来就是方便啊 快捷 也不用去搞什么飞控了 这个反正不心疼 摔坏了不心疼 好来点速度 成功回来了 好我们来逆风着陆啊 试试看能不能够不栽 不栽跟斗着陆 1300毫安时电池 应该能飞蛮久的 我觉得 好我们来着陆啊 着陆着陆着陆 平稳着陆 来点速度 这个飞机可以可以 这飞机好样的 哇塞 首飞就给我成功了 而且我发现这种 凑三点式的 你就是把那个 舵放地上摩擦 它也能起到 跟后轮一样的作用 是吧 它那舵效还蛮好的 逆风起飞 看看能不能滑行 哦 滑行温柔起飞 不过有点翘头 翘得厉害 还是那个 你推这点油 舵量有点大 主要是我升降舵 您应该找个时机 高度够了 然后推满 要么不带任何升降舵 看它是往上去 还是往下去 嗯对对对 滑行一下 我来高空滑翔一下 看效果怎么样 无动力滑翔一下 从高处 我感觉这负义太灵敏了 要用那种小舵 小舵量模式 OK滑翔滑翔 哇好安静 哇哇哇哇 直接往下掉了 不过还行 感觉飞起来 还蛮轻巧的 好来 高速 高速飞行 老电池的高速飞行 你看这飞机左右晃得厉害 就是你那个舵量 舵量不太好控制 要调小舵量 我看到了 我觉得你打舵也不大 对 这飞机很灵活 它的那个舵 其实还可以 负义可以再切小一点 我觉得 直接原地翻滚 飘移 吊鸡 吊鸡 吊不了 吊鸡也可以 就是没那个水平而已 我觉得这飞机 它的那个升降舵 和方向舵够大 这个就有点像那种运动机了 3D机啊什么的 尾部都很大的 哇好这个风好大 直接把它吹偏 我们来逆风着陆 哎呦 哇靠 不及时 着陆不及时 好再飞一下 来个着陆 在电池估计要受伤了 哇靠原地起飞啊 跟模拟器里面的那个双翼机飞 飞出来感觉一模一样 模拟器里面的双翼机 就是这种感觉 一飞就原地起飞 哇我感觉都可以手接了 小心 哎好嘞 终于完美着陆了 太可爱了 这个飞机 不能蛮好的 对自己挺满意 整体还不错吧 好